那就麻煩 所以特別重要 1我們先把它註解起來 2的話呢 就把它由儲存格 4個儲存格變成一個範圍 那這個地方特別重要 概念就是說 我們如果找到一般 這個4個儲存格 有沒有 1 2 3 4 變一個範圍 那怎麼表示 表示這個範圍 然後要怎麼樣把它放到這裡來 OK 這個其實看起來沒什麼 但是非常重要 因為好像真的沒有太多地方告訴你怎麼做 OK 其實也很簡單 一行程式 會的話 你以後要做資料的合併分割 用這一招就足夠了 OK 所以特別重要 其實概念就是第一個 你要知道把這個註解 第二個的話就把它變 就是範圍 然後用Range 物件裡面的一個方法 叫做點Copy 點Copy Copy後面空一格之後呢 告訴他說你要放到哪一個儲存格 特別重要 你不用跟他講一個範圍 你跟他講說 我要放的那個儲存格的開頭就可以了 你幫我 比如說我四個 他一定是把這個放到這邊來就好 其他就自動 以此類推 OK 所以基本上那個概念是 Range 點Copy 哪個Range 點Copy 到哪一個儲存格就OK了 還非常簡單 以後 不只是一個 小範圍 大範圍也OK 所以以後如果你們要合併工作表 有沒有 有沒有 其實用這一招就夠了 很多 再來就是你要了解工作表的基本操作 如何新增一個工作表 然後把資料 放到他下面 放到下面就是用追蹤的嘛 追蹤加1 追蹤加1 一下子就全部合併在一起了 所以大概有概念之後 後面就比較好 怎麼寫 我寫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的話呢 我就用什麼 用Range 物件 OK Range 記得記熟 青瓜壺 範圍的話就是什麼 B 特別後面是I列 到 1的I列 可是如果你不會寫沒關係 你先寫 B2到 12 然後你再把2改成什麼 再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OK大概這樣寫 B2 假設我 B2到 放到這裡 你剛開始不會寫沒關係啦 我建議你不用一次到位 你可以先寫 大概的 然後再去修改 不要一下跳太遠 因為有的同學可能看到我程式就是有的 你就照抄 發現奇怪 老師這怎麼寫出來 沒有其實是可以階段來 沒關係 除非你已經很厲害了 OK 點Copy 點有沒有 你會不會點下去 它會很貼心的幫你顯示 你大概打一個點Copy CO大概就出來 點Copy 它是一個方法 方法就是做什麼 有點像動詞 其實 不管你們學哪個語言 現在都物件式的 物件呢 物件 其實最重要就是兩個概念 一個就屬性 放資料的地方 一個就方法 方法就做什麼事 所以物件就兩個重點 一個就是 屬性 放資料的地方 像剛剛有沒有 Target.address address就是 它裡面放什麼 放它變動的那個 儲存格 的那個字串位置 告訴你 那Copy是做什麼事 其實以後如果你們要了解 一個物件 它能做什麼 就是了解它的屬性跟方法就OK了 那當然這些不用背 我是建議如果你不了解的話 你還有一個方法 游標放上去按F1 它會給你它的電子池點出來了 你就自己再慢慢看吧 不過說真的它翻譯的不是很好 因為它英文直接翻譯過來 但至少 你就是看重點就好了 反正裡面應該都有啦 只是說 它在寫的 太 不是很OK的一種方法 有點像寫給工程師看的 語法 什麼 expression 點copy 反正你慢慢習慣這個方法 你應該就 比較可以 至少可以知道 然後 Copy到哪裡 Copy到 這個就可以了 所以你就把開頭的位置告訴他 就這個 K 應該是區吧 沒錯 區 OK 這樣子 但是這個地方不能說每次都call B2 因為你如果一直call B2的話 怎麼樣 全部都是流年好 不對為什麼 因為都是call B2 所以這個 你必須把這個2改成I 那改的方法跟前面我們那個 把東西放I裡面一樣 雙一號雙一號 移到中間 andand 移到中間 加個I就可以了 然後再把 把它空白 OK 這個的話 因為它在最右邊了 所以只要把2delete掉 移到外面 加一個andI就可以了 好 好